你現在公司如果還沒背的話 你公司放在旁邊 等下自己練習算沒關係 但是講完以後 回去一定要把公司背起來 第一個平面 S加Ry加Ry等於 第二平面 2s加Ry加Ry加Ry等於 找這兩個平面的距離 一看我們發現 2s加Ry加Ry加Ry 如果通常出以後 變成s加Ry加Ry 是不是跟它一樣的 這兩個實際上是一個平行的平面 我想說這個是 S加Ry加Ry 這是 2s加Ry加Ry加Ry 我們把這一項通通推進 除以2 把它縮小 那我可以把第一個平面把它放大來看 所以我們把E1改寫成 把它成為兩倍 2s 加上 2y 加上 2z 第一項過來 減1 所以這兩倍接近 減2 加1 那現在我的E2呢 它是不是寫了 2s 加上 2y 加上 2z 加1 等多少 所以我新的編號是我就可以這樣子來寫的 那接下來怎麼辦呢 我們距離的寫法 我寫到這邊來 第一個平面跟第二平面的距離 因為它是平淺的平面 所以傳數向想減 你用第一個來減第二個 負2要減1 所以絕對值負2減1 分母的話是根號 把限量的絕對值 把限量的長度 s的平方 2的平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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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加上 2的平方 所以我分母可以得到 根號幾 4加4加4 根號10幾 根號12 根號12的話 我可以寫成 2 根號3 分子的話 等級3 有禮話之後 會等於2分之 根號3 因為這個 根號3是誰 根號3是3 3加5月掉 所以 這兩個 平面的距離都好 2分之 根號3 這樣下去是吧 所以 你的距離 一定要把它入水一樣 好 你先把它超一下 太iction了 謝謝